瘡鼠睡覺的房子太大 竟然會令牠不會去廁所? 想知道更多的就看看今集的影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巨神貓仔 我是巨神貓仔媽咪 短短眼,東嘎已經來了我們家5個月 而Cookie也來了我們家2個月 這兩隻瘡鼠雖然不同品種 但牠們也有同一個特點 就是兩隻都很難把牠們去廁所 到底為何會這麼難訓練呢? 今集就來看看 去片 我們首先看著東嘎 初初都來到的時候 不是已經懂得走去泥道去廁所嗎? 我們原來被牠騙了 牠頭幾天的確是在泥道去廁所 但之後就開始到處去 有時在房子旁邊去 有時在膠管裡去 跑卵就直接去重災區 總之牠完全不會在一個固定位置去廁所 真是好頭痛呀 我們每次青龍都會把有尿味的摘料放入廁所 但之後完全沒見過牠在泥道去廁所 看看泥多乾爽 試了一個月之後 我們決定放棄牠去廁所了 因為東嘎是老婆婆鼠 是滄鼠品種裡面最小隻的鼠鼠 可能因為太小隻容易被其他動物擔走 牠們超小膽也很小心 因為不夠安全感 所以經常都在不同地方睡覺 只是在我們的龍裡面 一天內都可以在不同位置休息 基本上整個龍都有牠躲起來的痕跡 所以牠就習慣在一個龍的不同位置 留些尿霸地盤 既然這是牠的天性 我們就決定由牠自由發揮 不讓牠在固定位置去廁所了 東嘎就失敗了 那Cookie又怎樣呢 Cookie最初對牠來到去廁所是零興趣 不過後來發覺這樣是因為我們選錯了小屋給牠 我們選了一間大屋給牠 這樣不好嗎 Coffee以前就是因為房子太小 經常都拆到房子爛了 現在Cookie有得睡大屋 應該好開心的 只是說睡覺就當然有間大屋好 但原來選大屋都有個問題 就是會有可能影響倉鼠選去廁所的地方 因為房子大 大屋就會希望屋內有多些氣味 所以就很大機會在屋內留些尿霸 你看一下Cookie家屋 她當了角落頭是廁所 但你又催她不脹 因為家屋夠大 她在這個角去廁所 都不會影響她在第二個角落頭睡覺 她還可以不用走出家屋去廁所 你說多方便呢 Cookie變了好像住劏房一樣 甚麼都在這間屋仔裏做 是啊 見到她這麼喜歡家屋 我又不是很欣心換了她 就唯有試下放一個放滿泥的小廁所 在屋屋的角落頭 怎知她竟然寧願換第二個角落頭屋 都不肯在廁所仔裏屋 會不會是因為她不喜歡在泥到去廁所 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再接再來 今次試下繼續放廁所仔進去 但廁所就放些紫碎算了 怎知最後她都是當廁所沒到 還要拖開少許廁所 讓她可以在角落頭屋屋 那沒辦法啦 唯有出絕招啦 我們換一間小屋給她啦 我們換了一間小屋仔 然後廁所就放在屋外 她初時見到這個劏房之中的劏房 都好像不太開心 不停在個龍道走來走去 想找回之前的大劏房 不過當然最後都是要接受現實睡這間小屋啦 但是我們今次任務成功了 Cookie睡回小屋之後 就終於肯走出來去廁所啦 對呀 她還要不是選屋仔旁邊的廁所去 而是在滑掘口裡面的泥窩 我們終於成功啦 但屋仔原來真的可能會影響她們選去廁所的地方 所以選小屋仔給鼠鼠 原來都是訓練她去廁所的其中一個重點來的 我們訓練初屋去廁所的詳細技巧介紹 都歡迎按這裡看看 今次的小屋update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 給個like 支持一下Cookie和Donut啦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